2012年3月25日 今天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的日子 現在就在會展那裡進行開票 多謝你選擇香港人網 今天有個特別節目 我們的小圈子選舉的選戰特別節目 現在就在灣仔會展那裡點票 在Cable那裡即是有線電視 它就有一個目測的分票估算 一號梁慎英現在在數的時候 我想是有些記者在用肉眼去看 就是356票 何俊仁有36票 唐英年是146票 那應該CY就大比數拋離唐英年了 去到剛才10點半 即是截止投票前的半個小時 總共投票的人數有963人 最後那半個小時有多少人去投票 其實一直都沒有公佈過 所以我們都不知道 他這條數就沒有那條白票數目 是不是完全沒有白票呢 奇怪 港台公佈最後半小時的投票率是80.72 如果你除了1200的話應該是1046 但這是10點半來的 10點半 10點半至此 到11點的時候 究竟最後的投票人數是多少 一直都沒有公佈過 但是現在去到iCable 我們看有線電視的直播 他的目測估計就是406票 CY去到 似乎都幾大可能過601了 第一輪就搞定 不用第二輪投票了 只有963票 很多泛民都沒有投票 結果就是這樣 其實過去幾個星期 我要說的話都說了很多 基本上就是 現在來說 CY當選的機會當然是90% 因為他要過601票就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960幾票 他需要大概是三分二 三分二 我這裏就不知道白票的數目 這裏就沒有說過白票的數目 但是 但是 現在的情況其實很吊詭 我們一直看著他開票的數目 看著有線電視 他現在開了700票 700票左右 然後何俊仁也48票 提名何俊仁那些有200多票 很多人沒有投到 究竟去了哪裏呢 但是他有很多人進去 你一下子投了100票 你一下子就去梁振英 因為 唐英年應該怎樣都可以 300票左右 200-300票應該都沒有什麼走 究竟為何梁振英的票 可以升得那麼快 而何俊仁的票少得那麼厲害 距離他現在的提名票 相差100多票又多 那100多票去哪裏呢 這個真的要捉鬼 有些人沒有投到 是否去了梁振英 如果這樣說 就有些票去了梁振英 是的 這個就要事後再看一些影片 究竟有多少個所謂的泛民選委 是進去投票的 就是由投到票的 是的 這個要慢慢搞 但是梁振英贏得只有600多票而已 那不如你講一下這次的感受 我讓你講一下 我啊 我有心理準備很久就是梁振英 我只不過是 是覺得唐英年有沒有機會爆冷 結果就發現選委都真的很現實 當中央要吹雞的時候 就沒有人不會歸變 因為個個最後都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 你不知道他們抬低了什麼交易 這個就只是香港的現狀 作為一個沒有票投的市民 你硬吃完之後 現在要作嘔 那你嘔出來的時候 你應該怎樣嘔發呢 你究竟是逆來順受 嘔到自己一生都是 還是 喂 不是要跟你抱著一切 總之嘔到你一生都是 總之你搞到嘔到你一生都是 唯有是這樣 阿甘呢 阿甘說一下 我看到港台即時新聞 大樓暗示了他 應該暗示他有投的梁振英 郭炳商就說明自己投的梁振英 現在588票了 沒有什麼懸念 就夠了 591 這個一直都是你預測的 如果第一輪夠票的話 不會有第二輪的 不會有第二輪的 就是一贏就第一輪贏了 但是你至於有些 有602票 過了601票的門檻了 其實這樣大比數拋離 就沒有原念了 這些看得很清楚 其實到最後你只不過是 希望那些選委 最後憑著良心投票 投多些白票而已 但是泛民真的低得厲害 只有68票 69票做何俊仁現在去到好 是啊 其實就是泛民使得CY當選 是不是 我想我們真的 我們真的需要這些所謂的泛民 就好好交代 有些選委都說了他們投去誰 李嘉誠公開繼續挺堂 尖培中也說他自己投了唐英連 何柱國也說自己投了唐英連 郭炳江說他不會透露私隱 尖培中說他投了唐英連 但是他猜猜有兩個人投票 現在結果應該是不用了 盛智民也是唐英連 然後田北俊四個高層 就是自由黨四個高層 就投了100票 是啊 其實最大最可疑的就是泛民 現在反而是 是啊 本來是真的CY是未必足夠601票的 如果這樣看下去 全部點了 目測結果 670是梁振英 75是何俊仁 271是唐英連 究竟第一就是沒什麼白票 第二就是泛民是不見了一百多秒 841加75 910幾 這樣就很少白票 如果是923的話 泛民的票去哪裡 遲些公佈內閣或公職名單 他應該有白票 但是白票放在哪裡 就是他會有些 我們看過點票的 通常他有幾個商 就是候選人每人有一個商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選票 總數1016票 是啊 其實很難贏600票 1016票 唐英連都可以沽到270票 只要泛民的200票站在那裡 就選不了 其實結果是輸在泛民 就是這樣 就是自己捉蟲入屁股了 噢 現在是翻點了一些票 是 是的 1016票 現在就 似乎 點票中心那裡 就翻點了一些票 即是在複實的票 他們現在是每10張是枯回一疊 嗯 就是這個 投資者是目測的 不過anyway都準 都應該沒有什麼分差 因為其實很容易看到 嗯 現在你看到工作人員 就在一個檯片那裡 就 枯回十張一疊 十張一疊 十張一疊 方便稍後數 好 我們不用看了 都沒有什麼懸念 我們講講自己要講的 你呢 蕭先生 你的感受有如何呢 首先第一 就是 我覺得真的很慘 其實這三個月來 這個是 在民主派裡面 幾乎是 a voice in the wilderness 我是獨自在講 梁振英 是幾恐怖的事 就是這樣 嗯 就是 有些人就在打地產霸權 當然 就是 有些人就是 講正是反整體小圈子 嗯 不 focus on 梁振英 梁振英 梁振英的威脅 是 要改變我們生活形式的威脅 就是 這個 就是 這個 就是我都說 香港的命運 其實本書裡面很多都是說 亡國的悲哀 就是這個 二十四橋仍在 波森蕩 冷月無星 是不是 但是 就是 尤其是有些人蠢 都很重要 其實 大家看到 蘋果 蘋果 李柱銘 陳方安生 整幫人理儀 到最後五天才撲出來 其實已經打到 梁振英的民望 只有二十幾個巴仙 如果他早兩星期出來 就打到他只有十幾個巴仙 這一次就是流選 就是這樣 嗯 這個 結果 其實就是 所謂的四大民主老人幫 他們都真的要負上一個幾大的責任 因為由他們推舉何俊仁出來 到一直都不打CY 又或者 擺錯了Focus 擺錯了目標去打 導致到最後五天才出來應對 結果真的太遲了 結果第一個受對付的 我是黎智英 這樣說 不如我 蕭先生 第二 就是堅決不Walk out 現在果然 其實工黨那幾票 就Walk out 其他第一輪堅持要投 那你就發現 泛民的票 unaccountable 是的 我現在有權懷疑你 民主黨 公民黨 全部 都有投票給 梁振英 嗯 我有合理懷疑 因為以今天的票數來說 其實只要站得硬 就不會當選 因為現在 他用多了七十票來當選 那究竟這七十票是來自哪裡的呢 我真的挺懷疑是何俊仁 何俊仁提名他有超過二百人投票 即是提名他 現在跌到只有七十五票 那真的有鬼了 CY一定是跟泛民選委 做了一些魔鬼交易 嗯 那就是這個 嗯 那就是這個 何俊仁也有說 這個 不排除和梁振英合作 是的 可能這些就是包括了 民主黨自己本身 嗯 那就是 其實我都說到最後來說 昨天在讀書會也有說 這個是 凌駕性的 嗯 不是大家政見的不同 是去到人身自由啊 言論自由啊 人權啊 法治啊這些 你說這些價值是凌駕了所有政策 政策可以暫且不說 如果你連這些價值 包括自由人權等等都失去的話 所有政策都是多餘的 是 舉個例子 如果 如果 給你買到一層很便宜的房子又怎樣呢 如果像大陸那樣 可以非法去拆掉你 隨時搶回來的 那你要一層房子做什麼 嗯 嗯 那就是這個 嗯 但是現在蕭先生 你現在的結果就有了 我如果會問你 你覺得之後每個人的棋 應該怎麼走 那就是 那就是 所以今天 剛才我在外面 示威那裡也有說 到最後來講 你現在中聯辦 公然撕毀了這個 港人治港 即是基本法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基本上 就是干預 中共 這次等了十五年 就是西藏那次底 是等了兩三年 就是五百年 就撕毀了這個 這個入藏十七條 其實入藏十七條 就好像基本法 其實是 是 結果就是 在裡面促進民主改造 現在又促進民主改造 就是說 有些貴族 有些地主 我們一定要改造 其實就是打上層階級 我在看電視機的畫面 就是外面 在會展外面示威的群眾 現在的情緒就開始比較激動 就跟警方的對鐵馬 警方的前線 就開始有些指馬的動作 嗯 那究竟是不是 CY督定當選之後 都真的幾 觸動到他們的情緒 但我現在就看不到 究竟是 什麼人 不過現在 應該會展外面 那條 應該是港灣 會展和消防員中間那條街 就封了 因為所有示威者 其實現在 我去到我的心情 已經調整了 其實我今天講的那篇就是 你中共的干預在香港 接下來就會打壓傳媒 去收拾法官 就是收窄人權 作出各種各樣的政治檢控 爆你們黑材料 就是用ICAC稅務局 這些東西去查你們 這樣 終於其實就是一件事 搞到大家不敢出聲 嗯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你可以 就是 控制到我們的身體 你控制不到我們的心靈 到最後來講 就是我們是一個自由的人 嗯 是一個自由的靈魂 你是沒有辦法 將我們變成一個奴隸 電話的292 799 我們都應該開電話線 跟聽眾分享一下 他們的感受 究竟他們現在看到了 究竟梁振英當選之後 他們的心情又如何 這個就不僅是我們節目主持 連市民大家都有些感受 那292 799 最無恥的就是那群泛民 現在證實是 就是反而那群地產黨還站得硬 就是流失100票 是啊 唐英年提交提名表格的時候 就有379個提名 那現在就271個人 他們面臨那麼大壓力 都是失100票 泛民是無端端不見了那麼多票 是啊 其實接下來地產黨 有沒有意志變成在野 是啊 那他們會繼續反抗 現在去到這樣 他們會繼續反抗 嗯 但是我想那個巧妙的地方 就是可能梁振英就反為 叫了部分泛民的人走 去變成他的陣營 是啊 不過如果分組點票 可能都是過不了很多事情的 嗯 那就是 我都說這個是 到最後來說 你可以拿走我任何東西 但是拿不走我們的自由 是 就是 香港的自由萬歲 自由的香港人萬歲 我們是永遠不會屈服的 我們是永遠不會做為你的奴隸的 嗯 我想雖然都預知了結果 但是都需要一些心情去平復 因為畢竟這個也是 向好方面 其實他不是一個大勝 其實他會成為 影響性最低的特首 他是一個cripple的政府 就是這樣 就是民主黨一定是出賣了 公民黨就不至於了吧 就是這樣 就是昨天何俊仁說的已經很奇怪了 已經是 就是有合作的空間 我這個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 你說到他是特務政治 那有什麼合作空間呢 你告訴我 就是這樣 就是你覺得何俊仁都知道 有些選委其實會投 是的 就是 你知道他們尤其是會點派 就是很多人 一定是會 就是希望入行性會議 那些諮詢委員會 那些這樣的事情 嗯 聽個電話先 余先生 是 是 是 你看完 開票結果之後 我再說 其實昨天 我已經跟我 隔壁左右的朋友說了 就怎麼樣呢 民主黨唯一 他進去投票的理由 就是投給梁振英 如果不是他進去做什麼 嗯 嗯 根本他沒有理由進去的 嗯 嗯 那如果作為何俊仁呢 他防那些鬼呢 其實呢 他就要叫個個不要進去 嗯 其實在外面 嗯 他昨天應該要做的 那他沒有做呢 其實他就是想這件事發生的 嗯嗯 那我這句說話呢 在我周邊認識的人呢 我已經跟他昨天開始已經講完了 根本都猜到 他進去做什麼呢 他根本沒有理由進去的 嗯嗯 那他唯一要防這200票裡面有鬼呢 就叫他站在外面不要進去 嗯嗯 那就會有留選的 嗯嗯嗯 那大家知道呢 還有100多票呢 不入場的 其實那些是有良心的選委來的 你反而呢 就是泛民呢 是完全出賣了我們 就是這樣 不是啊 他肯定是 因為其實這件事 我已經是昨天 已經跟我周邊的人講了 因為他根本沒有可能進去的 嗯嗯 嗯嗯 是吧 他為防那些鬼的出現 他就叫大家不要進去就可以了 但是幾千人坦白說 相比起有投票的超過20萬的市民來講 就真的 都令到別人沮喪 我覺得 你投了個票就覺得你盡了公民策 那你又是很天真 嗯 很傻 今天老實說 就是 我是在不 就是 我是不 我在責備別人之前 就是 梁振英哭了 就是這個終於特首 終於成為特首 就是20年的野心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今天我看麥寧寧 就是 我就明白了 原來他就是 陷家產 就是繼董建華 在1937年 這個7月7日出生 這個陷家產 就是農曆7月14日出生 就是這個鬼王托勢來的 是 現在放了些鵝鬼 送為壞鬼出來的 是 這個情況就 都挺深暗的 令到人家 但是 你覺得 唐英年現在會怎樣做呢 蕭先生 有個鄧先生 我們先聽一下鄧先生 鄧先生 你好 你好 你說 其實今天看到這樣 梁振英贏得幾十票 真的 自己真的很不開心 好像蕭先生 你們所說的 因為 正如剛才那位聽眾所說 如果 泛民真的堅持 是work out的話 根本 我相信 真的流選機會很大 不過也都這樣說 我都 就算我都 其實我都約了我的家人 接下來 七一 我相信 都會 很多人上街的了 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想說的 有這麼多 謝謝大家 OK 這班 泛民政黨 真是無恥到極點 他們十點半才召集 在收盾那裡走過去 會展 人家投票九點鐘開始 你十點半才叫人去遊行 現在你就在扮 抗爭最前線 李卓人 你想怎樣 是啊 不是 李卓人叫我沒有走進去 我知道他沒有出賣 我們是會結合所有的反抗力量 除了會出賣我們的人 這樣 現在 其實也是有百票的 就是百票或者問題選票 因為他們是計算到不同的角度 那裡 現在呢 就會在每一個候選人的 監察團隊一起看問題選票 我們從這裡知道有多少白票 或者有多少問題選票 其實最主要都是白票 1200選位不會低能到 填了一張不知什麼票出來 不小心地填了一張不知什麼票出來 我們再看這個最後的結果 就知道有多少人投了100票 《報道新聞》何柱國說 已經投了唐英英一票 他說盡選位大任投票不會投白票 他問到擔心不擔心的轉帳 他還沒有擔心過 但他說星島日報仍然會支持政府 就算梁振英做新特首也會維持這個立場 所以很不幸 他不會變成另一份東方 可能現在東方應該變回10年前的模樣 詩先生你怎麼看呢 其實如果中央吹了大雞 但是梁振英都是679票 會不會低票呢 當然是低票當選 他會不會在小圈子也會低票當選 即使在小圈子也會低票當選 即使在小圈子也會低票當選 即使從現在到7月1號是很重要的關頭 不是的不是149票要白票 很多人沒有出現沒有投票 那就是現場很多人很激動 很多人會哭 我再說一個原理 即是說如果我做不到 我就不會責備其他人 一定要先反求諸記 就像在大陸那樣 即是他們去坐牢 即是我是做不到 即是我只能夠佩服 但是在香港呢 你做這些事情呢 是最少代價的 我最多不回大陸做生意 我都說了 梁振英當選 我不會再踏上深圳河以北一步 即是 所以在這裏大家要問一問 今早你有沒有出來呢 下次你會不會出來呢 即是今天結果只有兩三千人在這裏 如果今天有十萬人在這裏 那幾十票可能就不夠膽投過去了 同意 是不是 來自澳洲有一個廖先生 好啊 廖先生 喂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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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你講吧 收到 收到 收到講吧 很清楚 好啊 蕭先生呢 我想呢 就是你 我買了你那本香港的職明文 提了三四次 是 那看了三四次都是明少少 你說什麼呢 蕭先生 是嗎 不是嘛 那些東西 哈哈 那麽 那麽 應該很易懂了 那麽 你寫完這本書 那麽有個讀書會 那麽我聽到很感興趣 那麽我回不去聽你講話 那麽我有個建議呢 蕭先生 我想你 想做一件事 我們香港市民做一件事 就是說 在這次選舉之後呢 我想蕭先生你呢 放多一些精力入面 去全面那麽用那些示威 或者大家的示威去分析 日下 今次何俊仁 或者民主黨 那麽所作所為 好像一個鏡頭那麽 給他鏡頭一次 那麽呢 就看看七一 會不會救得起那些東西出來 那麽是我的小小的建議 那麽在海外太遠 救不到那些近科 那麽如果不是我 就和孟姆那麽一起在前面 衝到前面 阿廖先生 首先關於那個讀書會 其實昨天我們已經拍了一些片段 或者是全部竹本已經放上網了 那麽你其實在YouTube那裏搜尋 或者是人網討論區那裏 就一定找得到那條片 應該都幾長的 有好幾段片 那麽要看回都不難的 那麽就至於去分析 或者是否釋民主黨的錯 那麽這個不難的 這個不難的 但不是這樣 那個問題就是 我希望大家盡多一點點的力量 就是大家 喂 你有空 我舉例 就是幫手再宣傳多些人網 叫人多聽幾次 那些人就會聽 就是如果人網 是有蘋果這樣的力量 今天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我告訴你 問題就是我沒有蘋果這樣的力量 就是有心殺賊 無力回天 這個是 嗯 其實你剛剛有海外封煙 我也跟海外的朋友呼籲聲 就是你往後就要嚴密監察著香港發生什麼事 如果有大量導行的事 就叫你總統 你要成立一個自由香港的 劉先生 暫時停一停 現在他們正在聯絡 就是那個問題就是 大家盡幾多力量 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這個第一 就是說你要上班 來不了示威 你可以介紹人網 或者你可以幫手宣傳我們的意念 或者介紹人力 或者參加人力的義工團 甚至不是 即是那班人 蔡健那班人 喂 你走去他的醫務所門口 屌滋那些 你說我是蔡健那裡派來的 屌滋那些病人 或者你看到這些明目出膽 出賣香港人自由的人 你走過去 在街上看到他 屌你老婆 這樣走去 這些壓力已經足夠了 其實如果大家這樣做的時候 劉先生 你好 阿蘇先生 是